师傅好 你好 今天我帮妈妈问一下 我妈妈的儿子弟弟 1972年 你妈妈的儿子弟弟 那不就你弟弟吗 为什么叫你妈妈的儿子 这两天天气不大对 好激动哦 搞不清楚 是的有点激动 讲吧 72年的熟老鼠的 72年熟老鼠 对 哎呀 你想问他身体啊 他运气好糟糕 我告诉你 他运气一塌糊涂 对 他这个孩子怀采不育 怀采不育听得懂吗 是的 想做什么就什么不成功 对 对 我讲什么 你叫他不要男为情好不好 没事没事 我讲好吧 可以的 经常在电脑上看那些黄色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一直倒霉 知道了师父 妈妈给他捏金捏了可能几百家小房子都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很难 而且他的肠胃也不好 是的 鼓掌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孩子还是有办法改变的 你叫他多看看台长的DVD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多看看DVD 这个孩子本质不坏 从小对他妈妈很孝顺 是的 做事情胆子很小 有点自闭症 在学校里他就怕别人讲他 明白了吗 说的太对了 师父 还是可以给别的 你要给他赶快念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 每天给他念七十八遍 好的 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 只要一直念你心想事成 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 最主要叫他要念 还有叫他要吃素 经常吃素 至少不要吃活的东西 好的 这个孩子我告诉你 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要废掉的 因为他沉迷在打游戏机啊 看那些黄色的东西上面啊 这个脑子出不来 哦这样的 所以他有自闭症 而且呢 有恐惧症 害怕别人 所以他更害怕看见女人 所以他妈妈如果叫他 哎呀你什么什么接触接触啊 他都很害怕 哦这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给他每天念大悲咒 十七遍 心经四十九遍 哦 六个月之后 半年 基本上可以改变 到七十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帮妈妈问一下 他家里做了佛台 然后看看 他家里佛台是吧 嗯 佛台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还可以 水杯小了一点 哦 水杯啊 水杯小了一点 哦 还有佛台 位置低了一点 哦 这可以往高处 对啊 稍微高一点点 嗯 好吧 好的 嗯 他也是靠窗户的 哦 蛮好的 这个佛台还可以 哦 好了 那妈妈的念经质量还可以吧 你叫她妈妈要念往生咒 哦 要每天要多一点 四十九遍 因为她妈妈过去打死过很多蚊子 哦 这样的 大家又想到了 嗯 为全世界鼓掌 嗯 啊 死了蚊子 她说她都为全世界鼓掌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了 好 她我告诉你 很快 嗯 你叫她 我刚刚看她图腾 颜色是白的 嗯 你叫她以后要穿白的衣服 她精神马上好起来 你看她现在 红头垢面的 这种还 不是她是吧 那妈妈 她妈妈是吧 妈妈这样 孩子好不了多少 穿那个白色衣服 要了 我看图腾是白色的 哦 嗯 那让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白色的 白色的 你穿的什么颜色了 我穿的粉红色的 我怎么看像白色的 那妈妈呢 嗯 嗯 干个 啊 四五号 干四五 穿白色的衣服给你的孩子 好吗 干四的哈 嗯 你 她对孩子要好好的 给她念心经 否则她的孩子 开悟不了的 她自己也开悟不了 听得懂吗 好 知道 我不想讲她前世 哦 她的前世很糟糕 她妈妈 妈妈的前世很糟糕 我妈妈前世很糟糕 是吧 嗯 哦 拆毁师父啊 哎呀 好了 算了 不要讲了 好的 好好念经吧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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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лов 我们 geral应的 瓶子 最后 我们把它尝试